我回應一個問題 有人說會忘記 在平日的繁忙之中忘記 想幫我們自己記得有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如果你有一個桌面或者一個地方 你就放任何東西 無論是手寫的紙什麼都好 你就提自己不住的討告 但你可能會忘記 這只是其一方法 另外可以做什麼呢 譬如停留 你習慣了擦牙 一定在愛著耶穌 你習慣了擦牙 一天洗了間 一煮飯 一洗碗 一掃地 即是你習慣了這個習慣 你下一次一停 你就會記得去親近身 這是一種要培養的事情 譬如像我一樣 我想盡量存入這個狀況 但我都發覺我不是 我都是有很多時候 都忘記了 我記得我就做回了 尤其當我靜時 即是沒有其他事情做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習慣了 譬如走路我又會記得 因為那時候沒有其他事情在想著 譬如我預備信息 我很多時候會同時播詩歌 我發覺我一直哄過那些詩歌 我的心又會開心很多 那這個都是幫我自己 在預備信息的時候 都是一直想著神的狀況 就是你養成了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是要刻意養成的 刻意養成的時候 那你就會在什麼情況之下 都會慢慢記得 就算我和人聊天 因為我都會心裡想著耶穌 又去祝福祂 這是一個需要養成 慢慢你就會 你自己讚美神 我自己開始讚美神 都沒有留意到自己讚美神 都會這樣過 即是你自己在那裡 阿里路人 在那裡讚美神 我感謝耶穌 自己在那裡感謝耶穌 才發覺原來我在那裡感謝耶穌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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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